日前,可米小子成员安君灿的告别仪式上,陈乔恩、安乙轩、大小S等圈内人纷纷赶来送安君灿最后一程。 陈乔恩被拍到于下雨桥的旧爱张普京一同前来,两人在现场私聊互动热络,被怀疑是热烈情侣,还被某桌刊看出两人私下见面的照片。 报道一出,张普京错否认与陈乔恩是男女朋友关系,陈乔恩也被逼无奈在微博留下澄清文。 他感叹,对于这种八卦无聊的报道非常的无奈,娱乐圈如此的荒谬,荒谬到我的人生只剩下全心全意的演戏和本分的工作,却仍必须写这篇微博来澄清某周刊这种不实报道。 参加安君灿的告别式却惹上涛色新闻,陈乔恩感谢夏雨桥、安乙轩的谅解,反过来他们还安慰陈乔恩,轻折自轻。 对于安氏企业成员们,陈乔恩说,他们懂我,我爱安岐的每一个人。 有时候我觉得安氏企业之间的美好和友谊,是我在这事实非非的娱乐圈里仅有的了。 夜市的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。